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 那我們現在呢 會將投資轉到虛擬貨幣 以及區塊鏈的市場上 但是呢 因為專業知識的不足 而導致很多被騙的情況 今天呢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虛擬貨幣達人 彭冠金先生 那他呢 還特別拍了一支反詐騙的MV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談談看 如何呢 在虛擬貨幣市場上獲利 以及區塊鏈未來的發展 虛擬貨幣跟區塊鏈呢 它就像西元2000年的這個 網際網路一樣 它現在這個趨勢呢 這2000年到2020年 它趨勢就是電子商務 還有這個網際網路行銷 網路科技 那這個在2020年呢 現在才開始這個 發展這個區塊鏈跟虛擬貨幣 所以未來呢 這個有非常多的產業呢 跟應用 它都是會結合這個區塊鏈 跟虛擬貨幣的應用呢 來去做這個發展 對的也因為有許多人 不了解區塊鏈市場 還有虛擬貨幣而受騙 那我們要如何避免受騙呢 其實因為這幾年 非常多的這個虛擬貨幣 跟區塊鏈的詐騙案件 尤其在這個亞洲特別的盛行 特別特別的多啊 那我覺得這個要怎麼預防 我覺得有幾個這個點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呢 你一定要就是 查清楚就是說 這一家公司的背景 甚至我們應該要看說 是不是真的有找得到這一家公司 或找到這個公司的負責人 這個是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第二個點呢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的評估 這個項目 跟這個案子 這個投資的案子的 這個造寫能力啊 就是所謂造寫能力就是說 它到底在做什麼 它到底在做什麼產業 就是你不可能 你投資一個項目 投資一個產業 你卻不知道 它背景它到底靠什麼賺錢嗎 這個很奇怪啊 第三個呢 我覺得 各位投資人呢 自己一定要 擁有這個非常強大的意志力 跟智慧 怎麼說呢 我覺得 並不是說 所有人來找你們投資呢 你就會 就很簡單 很輕易的 把怎麼樣 你口袋的錢拿出來投資 這個是我覺得 自己應該要有 更應該要有分辨的能力啊 就是它 現在是一個可樂的 封印的 你贏 是一個什麽